单人单气闯天涯,永不放弃思考,我是佐罗 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离不开大海时代的发展 我们心中都有个航海之梦 大航海时代带来了物种大交换 大航海时代带来了文明互相交流 成就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 今天开始我们一同去了解人类是怎样一步步征服海洋的 在地中海文化圈,大量货物依靠船坡贸易 各城邦间的来往离不开海洋运输 我们在老海中,蒋帆船设的地中海文明典型象征 公元前2400年的法老墓中已有蒋帆船形象 埃及地区盛行稳定的北方 船只由地中海进入尼罗河逆行航行时 只需要展开船帆即可航行 船只由来往北航行时,就把风帆降下 顺着尼罗河顺流而下进入地中海 东方船舶发展是由略合开始 公元前122年 南越王赵妹之墓出土传闻铜骨上的古船雕刻 只见船脚或摇鲁,未见风帆 无论是出土文物传闻铜骨里的绘画 还是广州的秦汉时期造船船遗迹记显示 都没有发现风帆船的痕迹 小心略合船形一用就使用了2000多年 从出土文物和绘画来看 人类征服海洋初期 地中海文明流行风帆加滑桨推进 东方使用摇鲁技术 这一点有较大差异 摇鲁时由于鲁体一直在水下 公转化为推进力的效率更高 滑桨时候,桨板会离开水面 做工效率只有一半 但是公转化效率高并不代表好用 摇鲁做工效率最大化是站姿 长期操作更消耗体力 站姿占用大量船内空间 高层部署摇鲁十分不方便 滑桨采用坐姿 压地上是抬高桨板离开水面时候 能让腰腿休息一会 适合较为长期航行 坐姿节省出的空间 让地中海式的大型战舰 可以出现两层甚至三层蒋翻战舰 把蒋翻船的速度推向极致的是 北欧海道围棄人 他们划着没有板甲的船 沿着欧洲海岸线一路抢劫 依靠速度优势来无影去无踪 把蒋翻船运用到大规模海战 最成功的斯维尼士人 一直到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中 交代双方90%的战舰 能使蒋翻战舰 那时澳海战 由于火爆基础不成熟 远称武器威力不够强劲 蒋翻战舰的主要杀杀方式为跳帮作战 同时在船头还装备有冲脚 以装成敌舰为目的 因此蒋翻战舰对船只的操作灵活性要求很高 而灵活性又针对机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蒋翻战舰为了动力一直在增加蒋手 三层蒋翻战舰从古希腊一直使用到中世纪维尼斯 单个奖手难以滑动巨型木桨 出现两人共同滑动一只桨 最下层由于空间所限 仍然是单人滑动单桨 因此一共是五人滑动三桨 蒋翻战舰同时还有规感 挂有一张或两张四脚翻 既然有冲桨 有速度 自己也不能脆落得像张纸 威尼斯蒋翻战舰在已有很多类骨上增添了更多类骨 中央部位外蒙金属互调 使其牢固性大大提高 西方战舰讲的就是动力速度灵活坚固 东方这边讲究风高船稳如履平地 听说能骑马能种菜 真能跟民族 三国朝朝把船填索连环 为的就是平稳 被一把火烧了个金光 用的是楼船 小知识 烧潮潮的是周瑜 不是演艺中的诸葛春夫 唐宋以前楼船一直是东方主要战舰 最早追溯到春秋时期 秦始皇攻打东南沿海用的便是楼船舰队 汉武帝征发敏越也用的是楼船 三国两进时 楼船在水战中依旧为主力军舰 被称之为周易之圣 自古为友 到了唐宋开始 轮船因为行动不变 缺乏灵活性 逐渐被轮奖船替代 但是依旧还有运用 唐朝有了轮奖为动力的车船 借助更为有力的腿部力量 来实现更持久的能力驱动 外形是明轮滑水 内部和龙田水车装置相似 随潮时造出五崖船 单层蒋鲁混用 五层楼高到五崖大舰 约合29.5米高 有六个用意击碎准备跳邦敌舰的拍杆 除了以上几种 还有蒙冲 乌船 以及以后出现的浮船广船 共同特点 上层建筑庞大 作为游船是非常好的游轮 但是作为战舰速度和灵活性欠缺 讲的就是 稳 稳 稳 最后一点还是稳 总结一下大航海时期开启之前 东西方船舶的区别 首先最明显的是帆船的长翻比 这决定了帆船的稳定性 灵活性 船速和兼顾程度 东方帆船的长款比为2.5到3.5之间 一般取3左右 西方帆船的长款比一般取4到4.5左右 这样一对比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东方帆船长于稳定性 而短于速度和灵活性 其实是船型的区别 东方大型帆船截面是突质型 西方帆船的截面是优质型 平平的船体 对尖尖的船体就能看出 东方由河船发展改进 西方由海船发展演变 总的来说 前者适合运兵 装货和观光 后者的设计就是尽量决胜在海上 下期分析风帆的发展 人类初步征服疯狂宇宙扬帆深海 我需要订阅 点赞分享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